今天想跟大家介紹一題非常好玩的積分題 那就是我們有積分LNX乘以X的LNX減一次放 那你看這個上去的時候你會覺得好像是 我們把這個LNX拿到前面去然後再減掉1 好像那個PowerRaw一樣 Almost 那這題呢其實也是有解的 那你們趕快暫停一下影片 先試試看然後再看我的解答喔 好了齁 來我們暗部就班的把它算出來 首先看一下 好像有個直覺就是我們要把U設定為LNX 那如果把U設定為LX的話 它的導數是X分之1 剛剛好耶你看這邊有X的-一次放 所以我把它重寫一下 這個是積分LNX乘以 我把它寫成XLNX除以X這樣子 因為這樣子做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說把U設定為LNX 然後DU就是X分之1DX 那這一塊呢就剛好是我們的DU啦 那我們把這個積分帶去U的世界的時候呢 誒這邊還有一個X要處理一下 沒問題 U等於LNX 那就代表說X等於1的U次方 來把這個積分帶到U的世界 首先前面這個是U 再來呢這個我把它寫成1的U次方 然後呢這個LNX是我們的U 然後呢這一塊就是我們的DU 嘿這就很棒吧 來繼續這個變成積分U1 指數相乘嘛 U乘U等於U平方 所以就變成了1的U平方DU 好的 現在呢我們再做一個 substitution 把W設定為U平方好了 我把它寫下來 然後呢左右再圍一下 所以DW等於我們有2UDU 那各位看一下 這個只是U而已嘛 那如果我這邊是放個2的話 誒我們就剛剛好我們要有的東西啦 但是呢前面呢 必須得放個1分之1 這樣它們就好好的消掉了 所以呢這個積分變成了 前面有一個1分之1 然後這一塊呢就是我們的DW 我藍色把它寫下來 這邊 這邊 這是我們的DW 那我們還有 積分 然後只需要有1的W 這樣就好啦 好 所以這邊我們拿到1分之1 微 記下這個的話就是拿到1的W嘛 那這個時候呢我就先不寫加C 因為最後再寫就可以了 因為呢我們還要回到X的世界裡面去 這邊呢我們知道這個是1分之1 1W是U平方嘛 那我們也知道 U是LNX 所以呢這個就是1分之1 1的LNX 然後平方 但是呢我們還可以把這個做得更好 來各位請看 這個等於1分之1 LNX平方等於LNX參ELNX 我拿到這邊寫1的LNX 再乘以另外一個LNX 我們有兩個東西相乘 我們可以先做1的LNX 然後再去LNX次方 所以我們可以看成1分之1 擴弧1的LNX次方 然後再去外面這個LNX 那這是什麼 嘿他們就消掉嘛 所以各位 我們拿到1分之1裡面是X 然後上面是LNX次方 這樣子就搞定啦 好 這部影片就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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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